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图牛兔巨漆 齐国的国王准备了许多陪嫁 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名叫兔的杀牛人 可是兔却推说自己有病而拒绝了 朋友问他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难道你就打算杀一辈子牛 最终老死在这又脏又臭的屠宰场吗 兔说 国王的女儿太丑了 朋友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兔说 根据我卖牛的经验 朋友更奇怪了 兔解释说 当我卖的肉好的时候 大家纷纷来买 只怕肉少不够卖 可肉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在天上其他东西也卖不掉 国王给这么多陪价 肯定是因为女儿太丑 后来 他的朋友看到了国王的女儿 果然很丑 一个人只要善于积累总结生活经验 就会举一反三 对别的事情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同时也说明 刻意掩饰某种缺陷或事物的真相 往往会弄巧成拙 事与愿违